18岁的澳门女孩小新 左眼视力下降一年余 在当地医院就诊后 被诊为左眼圆锥角膜 由于眼圆锥角膜是属于罕见病例 在当地没有治疗条件 医生建议小心转诊内地治疗 但是他们说三宁医院 可以帮我们推介来医毒 可以帮我们引进做手术 通过澳门卫生局审批后 小新顺利转来广州中山眼科中心 5月18日 中山眼科中心 进视眼激光治疗科 为小新做了手术 5月19日再次对术后进行复查 目前状况良好 圆锥角膜这个疾病的话 目前还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案 但是胶联是能够控制 和延缓病情进展的一个 很好的治疗措施 所以目前的话 对于这种可以 还没有到脚膜移植阶段的 圆锥角膜的话 都是要进行脚膜胶联治疗的 小新告诉记者 此次能够在澳门确诊 到在内地顺利手术 得益于两地便利的转诊政策 如果我们自己来这里的话 就要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要自己驾车过来 又不适合地方 但是如果澳门政府帮我们 我们就直接 直接就过来这里 就直接做一个流程 就可以做到手术 就比较方便 又不用自己做很多流程 因为政府已经帮我们 搞定完这些流程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粤港澳大湾区将研究开展 非集中病人跨境陆路转运服务 探索在指定公立医院开展 跨境转诊合作试点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合作 进一步加深 目前跨境转诊已经在多家医院顺利开展 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医疗合作呢 也目前澳门的这个便利转诊 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对我们院来说新的尝试 那么澳门的患者 如果是经过当地的政府的医疗机构 诊治以后呢 认为在当地无法治疗 需要转到这边来的 那么经过他的外送治疗委员会批准以后呢 他们获得担保书和转诊介绍信 那么就可以直接过来这边 直接住院手术 不需要去自己预约 自己挂号 自己缴费 甚至结算 都不需要他们亲自结算 后期我们会跟澳门内方 进行这个集中的结算 感谢观看